新北市板桥最近有多处路段正在进行人行道证件工程 其中在板桥南亚南路和泄民大道口这里 因为老旧的人行道路路幅不宽 在经过优化设计之后将会腾出最少50公分的宽度 方便民众通行 来到板桥南亚南路二段和泄民大道一段路口 施工单位已经在道路旁架起了施工围离 只是原本只有两个车道宽的马路 瞬间车流汇集形成回堵的交通状况 但是为了用路人通行更加顺畅 施工的阵痛期也请民众多多体谅 这里比较困难的是第一个它有电感 那电感在我们人行道就会挡住我们的动线 再来它有电箱 那电箱的摆设方式其实会也是阻碍我们人行的动线 那再加上它有路数 所以人可以走的话可以顶多就是到90公分左右 那因为它的人行道宽度能够改善的有限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的往外拓宽 推到极致 但是在拓宽的同时 我们这边有做电感的往外路側做迁移 那电箱的位置也去做调整 那路数的部分我们也往外迁 所以未来的宽度应该可以到1.5公尺左右 经过优化的人行道大约来到1.5公尺宽 比起原本的90公分不到 改善后确实达到人本路廊的标准 统计板桥近三年下来 就一共改善了1万多公尺的长度路段 我们现在的人行改善原则 我们当然是希望人行的人本环境尽量越大越好 但是有的部分会受限于既有道路的一个宽度 需要有车道的使用性 那所以我们会去调整尽可能加大我们的人行道的一个宽度 那在改善的同时我们会把人行道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设施 再做相关的整并 让原本的人行道宽度的话能够再继续能够有优化的再加宽 使民众在上面通行的话会比较更顺畅 除了南亚南路还有文化路 孝乾街、北门街、重庆路等等 以及包括了新浦、重庆和西坤等三所国中 一共3万平方公尺的改善面积 您爹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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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